好,30分 好,那大家好 那我們這場議程即將開始 那本次的議程時間是 11點半到12點 那江澤許盈為開源社 PiChina ACL北京等開源社的 重要核心成員 長期參與開源社群的重獻 並且也成功舉辦了多屆峰會 再來也承認 華為雲 AI開發者社群的營運經理 那接下來讓我們歡迎許盈所帶來的 如何成功舉辦一場 社群驅動的設計 技術大會Costcom 中國開源聯會經驗交流 好,大家掌聲歡迎他 謝謝 人聽到我說話嗎? 可以 那個,感謝主持人的介紹 然後的話,我現在是 對,我現在在上海 然後,因為之前 參與過多場 Costcom 包括Python 就是China 那種Conference的大會的舉辦 所以稍微有些經驗想跟大家來交流一下 因為 我也知道 一直聽聞Costcom 就是辦了很多年也辦得很成功 所以也來 辦門弄斧一下了 對 OK,我先簡單介紹一下 我其實之前一直在做開發者社區這一塊 從一,最早應該是一五一六年開始 然後 中間也會去了一些大廠做這個DevRail相關的工作 那,在開源社區大概也是從一七年開始正日加入進來 包括開源社啊,包括其他的一些社區 那我當前其實是在做一個Web3的開發者社區 就是把Web2的一些經驗拿過去想嘗試一下 對,這是大概的一個背景 那我今天分享的主題就是如何成功舉辦一場社區驅動機構會議 對,主要以我曾經辦過的這些Conference的經驗來說起 OK 好,我們正式開始 那我的其實比較簡單就分四個部分 然後 對,第一個就是可能介紹一下背景 然後第二下做一個評估的標準 第三個是一些經驗的分享 這塊可能是佔了百分之八九十的內容 然後第四塊就是我預告一下 我們的Costcom的2023 對,第一塊就是說我們在講社區驅動 我們到底什麼是社區驅動 其實簡單來說 我們 包括Costcom,包括咱們的Costcom 應該都是說由其實是由社區或者個人發起的 其實中間的大部分的工作都是由社區的這些志願者啊 或者是contributor來完成 而不是說有一個商業公司 然後去找一個這種發起 或者說去找一個這所謂的 這種會務公司來去辦 對 然後 這個我們為什麼要用這種社區這種方式來做 其實 最簡單的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可能大家 對這件事情是有愛好的 那想通過這次會 這種大會來把更多的人聚集在一起 因為可能大家經過幾年的疫情都發現 其實我們辦了很多線上的活動 但其實最終效果最好的 包括你能跟線下的跟大家朋友深入的交流 還是要走線下的行事 對 然後但是因為從社區的角度來說 我們 對吧 第一個就是沒錢 第二個就是可能大家都是有本身的工作 那需要有更多的人參與進來呢 就通過開源的方式讓更多的人去協作進來 對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因為我們是社區嘛 那最終你還要回到社區 那所以其實用社區的力量來解決這個問題 OK 那 那如果說我們辦一場大會 那我們肯定是有自己的目標吧 或者說我們怎麼評價這件事情 到底是否成功 我覺得可能從幾個層面 那其實就是關鍵的角色 第一個就是觀眾 第二個就是我們的這些sponsor 第三個就是我們這些嘉賓 第四個是我們可能本身像我們這些組織者 或者我們社區 可能大家都有些目的 那這些目的我就列在下面 我就不一個個讀了 但這裡面其實還有一個最重要的一個角色 就是 就是我們的志願者 或者我們叫社區貢獻者這些人 對 他其實是 這中間的中間力量來幫我們去 幫整個活動去舉辦成功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點 對 就是因為我辦過很多界的這個Costcom 包括什麼這種Rust Conference這些 對 就是每次就會 你這件事情做到一半就會感覺 好像很多問題 就感覺這一次的大會是不是要失敗了 但是每次到這種關鍵節點 你就會有很多的這種社區的志願者 或者小小伙伴衝出來 來說 這件事情我來我來想辦法 那件事情我來想辦法 最終都能把這場大會就是圓滿的辦成 對這個就非常重要 對當然他們其實也是帶著自己的一些 一些目標或者目的過來的 對這個很重要 因為這個我們後面會說到 其實我們要在我們的整個的社區 或者活動當中去想辦法幫他實現他的這些目標 OK 那如果說在我們的整個大會當中 我們這個五個重要的參與 參與的方法或者說參與者都能達到自己的目標 那我覺得這場大會就是是非常成功的 OK 那接下來我就講一下具體我們那個Costcom是怎麼辦的 對一般來說我們其實會分這六個階段 然後每個階段其實有一些主要的事情 第一個就是籌備 那我們其實就是要定我們的主題 包括我們的預算 對吧 包括就哪些是核心的組織者 就是我們這一屆的核心組織者 每一屆可能會有不一樣 然後第二個是準備期 這一塊就比較重要 那我們要確定我們的整個組織架構 把它變成一個項目制的方式來運作 第三個就是預熱 這一塊就是確保我們大會的這個參與度 包括這個體驗度的一個重要的部分 我們要去設計中間的各種的program 我們去做各種的宣傳的一些事情 包括最主要的就是中間的一些執行 然後第四塊就是會議正在進行的這個階段 就比如說我們當前呢 我們可能需要有一些這個 這中間也能進行宣傳 同時也能需要做一些這種風味的管理 對第四塊就是第五塊了 應該就是說我們的收關就是我們結束這一塊 有幾個重要的事情要做 最後一塊是就是我們的內容出來了 嘉賓都分享了非常好的內容 我們需要讓更多的人去接觸它 讓同時也幫助這個嘉賓去更好的宣傳 以及說給社區的品牌去塑造這個影響力 對這是主要的六個部分 那我等會會基於這六個部分 來拆開來一個個說中間的一些重要的點 對第一塊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就是在我們準備期的時候會有個組織架構 這是我們當前的那個Costcom的一個大概的架構 對大家可以就是了解一下 就可能如果後續大家有好的建議 也歡迎就是我們提出來 對然後當前我們其實是上面會有一個整個Costcom 我們每年會有一個組織會 就是每一屆就會單獨拉一個這個我們的group 然後說這是幾幾屆的這個組織會 然後這裡面可能會有幾個小組或者說角色 然後這裡面除了出品人之外 其實其他的這種都是由我們的志願者組成 因為出品人他的專業性要求會更強 因為涉及到內容呢 所以我們會定邀一些這種在特定領域的 你的這種專家或者說比較有經驗的人 來擔任這個出品人的角色 其他的從志願者到會晤這種媒體設計 全是由對那志願者來完成的 OK 既然說我們剛剛說到了志願的小組 它到底是如何怎麼去建立的 其實第一部分就是說 我們一開始會去定邀一個小組的組長 因為他肯定是要需要有一些經驗的 然後我們來看我們這次的大會在哪裡辦怎麼辦 那需要有一些需求 比如說要需要多少人 以及這裡面需要有哪些人 需要有哪些他有哪些scale 來去可以cover這件事情 對然後我們就會基於這個需求 來發布我們的這個在社區 在高校去發布這種招募 然後我們會做一個簡單的審核 因為這個審核很重要 因為一個方面是要評估他是否能勝任 第二個就是因為我們也碰到過 就是很多這種公司的這種BD的人員 來藉著這個志願者的名義來參與進來 但是其實他會在中間做一些很不適合的事情 對然後再往下就是我們會對這個 為志願者做一個簡單的培訓 對因為這一塊就是說我們會告訴他 我們這個介紹這個背景 你需要怎麼做 然後大家怎麼配合 我們後面去做怎麼這樣的協同 對然後 然後就是我們會做一個分配 就我們一開始在去招募的時候 會告訴大家我們需要哪些角色參與進來 那你會偏向哪一個角色 那我們會最後根據你這個偏向 去給你分配對應的小組 可以大家可以看到前面 我們前面其實有很多小組 然後最後這個小組之類 他們會有定期的這種溝通和培訓 對然後這個張目這塊其實是有一個 我們會有一個比較通用的這個表單 對然後就是列在這裡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我們的審核的標準 大家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這個我就不一個個過了 然後在我們的那個準備期 其實還有一個東西就是我們 從組委會的角度需要去確保整個大會的這個進度 那其實是有幾個比較重要的表格 就是一個是會務執行的 第二個涉及到就比如說 這個表格其實是要 是一個非常的這個high level的表格 就是你要關注到整個大會的這整個進度 包括下面的媒體啊設計這整個方面 下面的對應的表格什麼時間出來 以及對應的責任人是誰 對然後第二個就是媒體這一塊 就是你要確定這個媒體的宣發嘛 因為宣發其實這個節奏非常重要 一個好的宣發其實會很大的影響你 最終的這個參與度 然後第三塊就是我們的這個設計 還有就是往下就是物料和內容這一塊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要確保我們的整個溝通 因為我們前面也說了 我們這個大會其實大家都是以這種 志願者的身份參與起來 大家平時也都會有自己的這個工作 都會很忙 所以如何確保這個有效的溝通 那就是需要通過定期的這個會議的制度 我們一開始的話可能 就是我們像我們當前可能是每兩周一次 會有一個組委會 那到大會的正式開前一個月 我們會以這種每周一次的這種方式來 來進行 對然後還有一塊就是很重要的就是 我們這個會的這個長度一定要控制 因為我個人啊就是包括我的一些經驗是說 如果你這個會議長度超過一個小時 那基本上大家就會很很疲憊 那後面大家的精力啊注意力都會被分散 所以一定要控制在一個小時之內 那你可以就是提前收集好所有的議題 然後這個主持人要把握好這個這個精度 對然後這裡在準備期就我們在整個準備期裡面 其實有幾個小的這個TPs這一塊就是 第一個可能就是出品人的這個選擇非常重要 因為內容是我們的核心 然後呢他需要把控整個內容 但是有時候我們會陷入一個誤區 就是說我們會找非常這個他的這個title非常好的這個出品人 但其實如果他很忙或者他的這個level非常高的話 他不一定能干具體的活 這時候其實會影響 因為他其實你沒有辦法去動他 那這個就會影響比較大 所以出品人的選擇很重要 當然我們可以考慮給出品人分配志願者一些細節的活 一些細節的活可以讓志願者來做 對然後第二個就是志願者的招募這一塊 其實我們所有的人員他你需要有backup 因為大家都我們不是公司嗎 你沒有辦法要求他一定 你說你你居然認領這件事情 你一定要去怎麼樣去去按時來 或者怎麼樣的對 所以這裡一定要backup 就舉個例子 我們之前疫情期間我們辦過一些活動 就可能就是大家弄得能發現自己對吧 就是我們說國內的話就是養了嘛 就是你去感染的 那你就沒有辦法參與進來 這時候backup就很重要 然後第三塊就是說 志願者因為他一開始來的目的都會很好 包括他的初心很好 但是在實際的做的過程當中 他不管是說經驗的缺失 還是說自己工作很忙 他最終能參與的這個參與度可能會受限 那這時候你就要注意他到底做了哪些 就是他實際在做的事情的情況達成情況 而不是說看他做了什麼 如果說發現中間有不合適的 可能要及時需要有一個這個 嗯 替換吧 或者說有個backup 然後還有一塊就是說 如果有好的志願者 你需要去給他一些基地或者一些培養 那後續可能更深度的參與進來 最終可能就會慢慢變成一個核心的一個組織者 對然後第五個是工具 就是因為像我們辦技術大會 可能大家都是做開發或者做技術的 可能有時候就會沉迷於這個技術當中去說 這個東西我是不是能用什麼工具來完成 那個東西我是不是可以開發一個東西 但是我的經驗就是說工具它其實是一種手段 但是你不能沉迷於它 因為有時候可能在一些 嗯 特別是這種大會 它其實是交流 它更多的是一種交流的事情 包括在志願者的這個溝通當中非常重要 那你如果有時候用技術 一方面可能 呃 這個 就是它不是一個非常標準的東西 你這個技術可能中間會有很多坑 但是你的大會在很緊張的情況下 它大家沒有這個試錯的空間 所以這個可能一定要要注意 對 然後呃 到了我們的那個預熱器這塊 預熱器這塊就是第一塊就是內容 內容就是我們整個的核心了 那我們其實內容也有一個大的流程 第一個就是我們會有一個這個 呃 Coffer proposal這個東西 就是我們徵集這個議題 然後第二塊就是我們會做這個議題的確認和反饋 然後再基於這個呃 確認過的這個內容 我們去做一個呃 有出品人去安排這個議程 再去製作一些相關的東西 最後我們會呃 收集這個相關的內容再去審核 因為呃 我們要去審核它的PPT 確保它的內容是 是不是這種廣告是是 大家的確感興趣的這種干貨內容 對 然後下面也有些小的這個呃 TPS吧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這是可能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這個呃 Deadline非常重要 對 就一般是建議往前提 就所有的呃 大部分的內容可能都在Deadline來來來 來去提交的 對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呃 餐會流程這一塊 餐會流程這一塊是這樣 就是因為 當前就是我們的社區 就會有一個趨勢 可能呃 更多的年輕人 就是我們叫Z世代 或者更多的年輕的這種呃 社區的人參與進來 其實大家對呃 這種新鮮的事情呃 更願意去嘗試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考慮說呃 基於他們的力量來想辦法做一些創新 就我們不能一場大會 總是按照這種我們叫歐多斯固的方式來做 就是呃 就是開始演講演講完就沒有了對我們 所以我們在會做很多這種嘗試 比如說我們在去年的開業年會上 我們搞了這種元宇宙的形式 因為疫情嘛 线上 但是线上如果說我們可以 當然我們可以用這種线上這種 分享的方式來做 但是我們去年就是用元宇宙的方式 反饋也還不錯了 然後還可以做一些talk show啊 這種 lighting talk這種方式 來來去 去讓這個東西的體驗會更好 或者說更有趣 然後這裡呃 相對於公司社區在這裡做 其實是有一些優勢的 因為社區你在公司裡面可能 呃 參與這個會議的這種執行的人 一共去了幾個 而且大家呃 對於工作來說 那我完成就好 但是在社區裡 大家更願意去嘗試自己 所以這時候呃 你用他這種嘗試 他會更樂意去去理的這件事情 把這件事情做得更好 同時這個社區的試錯成本會相對較低 然後第三塊就是說呃 大家沒有在大公司裡的部門強 那這樣的話你在做這種呃 這種流程的這種創新嘗試上會更有優勢 對 然後還有一塊就是非常重要的一塊 就是這個傳播和呃 招募這一塊 因為我們辦一場大會 當然希望更多的人參與進來 這樣對於無論對於嘉賓 還是說對於我們的sponsor 對吧他呃 會覺得我我的付出更有價值 那更多的人就是來自於你的宣傳 那一般來說可能分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就是我們的前期 可能在我們一開始 要準備這件事情的時候 呃 我們就可能開始要做一些官宣的文章 包括這種海報 來告訴大家我們要開始了 也歡迎更多的人參與進來 然後中期這一塊 是我們整個的宣傳的重點了 也就是說在我們大會正式開始之前 那就是呃 我們會做各種議題的公布 包括我們邀請了一些重磅的嘉賓 可以做專門的這種呃 采訪 然後以這種內容的形式 就是吸引大家來來來參與進來 對 然後還有一些視頻啊 等等事情 還有一些就是我們可以做一些 營銷類型的活動 比如說就是一些這種 嗯 一種我們我不知道就是 咱們這邊怎麼說啊 就是我們國內叫 比如說裂邊的方式來 來來來參與進來 然後呃 這裡宣傳渠道的話 我們當前一般是有幾種一種 就是我們自己有的這種平台 比如說公眾號 比如說這種呃 呃 這種在各個技術社區的這種 嗯 官方號 比如說在國內可能是CSDN啊 InfoQ這些 然後還有一些我們會有很多的 合作社區和媒體 那我當前開源社其實有100多個 合作社區和媒體 他們都可以幫忙宣發 第三個就是我們這個 出品人這一塊就是 每一個出品人和嘉賓 他都有自己的一個圈子 他也有自己的這個 呃 影響的範圍 那他們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所以我們 每一年的這種大會都會針對他們來 單獨做一個這種 他們自己的專屬海報 那呃 人嘛他都有一定的虛榮心 所以他更願意傳播這種內容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的志願者 因為志願者跟嘉賓是一樣的 我們也會給他們設計 單獨的這種呃 邀請海報啊 也會讓他們去在自己的 這種同事或者同學之間去宣傳 對 然後下面也有一些這個 TPS啊 然後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這個我就不細說 對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我們的 到我們的實際的這個會務的流程上面 因為我這裡把拆分開來了 分成兩塊一個是線上一個是線下 因為呃 線上這一塊主要是因為前幾年這個 受這個疫情的影響 我們有一個這個標準的流程 對可能因為線上的話 我在我們之前很多方式 是為了確保 因為可能有在有一兩百個議題的情況下 為了確保這個內容可控 我們會考慮用錄播的方式 所以一般會有一個錄播的指欄 然後我們會收集這個大家的錄製的視頻 然後再會去做一些剪輯或者做一些檢查 就會退流到各個這個頻道上面 然後大家可以 但同時為了保證這種參與感 我們會在這個每一個嘉賓的這個 這個錄播結束之後呢 他其實會上線去做一些現場的QA環節 那去確保這種參與感 對 然後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點是說 呃 我們需要有一些志願者的線上去帶動一下氛圍 因為有時候大家可能害羞啊 不願意去做一些評論或者做一些事情 那我們可以用志願者的方式來讓他們參與進來 引導大家去做一些交流 還有一個就是為了確保這個會議的參與率 我們一般是在會前的半個小時左右 會再去的去通過這種郵件 或者通過短信的方式去推送給到所有報名的人 因為可能很多人就忘了 那其實我們的經驗這種效果非常好 因為可能本來這種參與率只有50% 那通過這種方式可以提高到70%左右 對 然後還有個就是線下 線下可能就是大家比較熟悉的 也是我們一直在做的方式 就是呃 這個就是涉及到這種呃 場地的挑選啊 包括這種嗯搭建了 然後呃 包括志願者的這種分配 然後這裡有一個點就是呃 一般來說這種場地的確認 至少要提前兩到三個月 因為這中間可能會有很多變動的元素 特別是在國內 就是因為這場地不管是呃 呃受這種呃就是各種因素影響吧 都會都會可能會有些變動 所以一般要提前確認 包括現在在國內有很多辦活動 如果你不提前確認 可能到後期你一是定不到 第二個就是你的這個 這個費用會很高 然後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點就是呃 兩個點一個是說呃 就是在這個場地的這種搭建這一塊 我們建議是有專業的工程商來做 不能有志願者參與 因為是有一定風險的 第二個是那個呃 所有的這種志願者包括呃 嘉賓如果條件合適的話 都一定要提前到線下去參與這種線下的彩排 對因為呃 線下的環境它不太一樣 不你你你你的設備呀是否可用 其實你在當天是來不及的 這塊很重要 ok 然後還有一塊呃 就是在會晤之前當中比較重要的點 是我們那個贊助商這一塊 因為他們呃呃 用資金支持的這件事情 他們其實是需要有一些反饋的 那我們需要有一個呃 呃 专門的人或者有一個小組來跟蹤 他們的這個權益的情況 一般來說我們會有一個這個checklist 就是每一個贊助商他會有一個單獨的呃 呃 表格列舉了他的權益 然後呢我們會在上面一個個去 表記說他的這個權益有沒有做到 或者說他的這個呃 就是這個預期的這個時間點在哪裡 那我們會把它shale給我們的這些 贊助商 讓大家一起來看這件事情 我們要確保這個權益一定要是達成的 對 然後還有一塊呃 往下來說就是會晤之行這塊有一個 一些工具的東西吧 對 因為可能 當然這塊可能嗯 兩邊我們兩邊不一定能通用 但是我們有些東西呃 比如說可能我們有一些開源的這種海報的生成工具 我們有一些這種呃 視頻剪輯的腳本 對我放在我們放在了這個裡面 大家倒是可以可以了解一下 對 然後最後就是在我們整個大會 就是辦完之後 他會有一些這個呃 收官的事情 就是涉及到這種志願者的報銷一定是要有限安排的 還有一個就是呃 我們要做一個很重要的就是滿意度的調查 那一般來說實際上就是我們分幾種 一本一種是觀眾和嘉賓的滿意度 就是建議是用匿名的方式 因為如果你是失明的話 大家不一定願意去寫出自己的真實的想法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我們的這個呃 贊助商的方式 那可能是建議就是跟他們去聊天 因為通過聊的方式來看看他們的反饋 還有一個志願者 志願者的話就是呃 兩種方式並行吧 就是一個是問卷 第二個是我們在整個這個活動的從開始到結束 大家心裡就是核心參與的人 他肯定知道哎這個志願者非常積極 或者這個志願者他很有想法 那這些人可能重點去聊 來看看他的想法 包括他接下來會不會更願意參與進來 或者你有什麼好的想法 比如說我們在開源社有一個字叫推坑嘛 就比如說你提了一個想法 覺得這件事情應該這樣做會更好 那就可以 那你明年我們給你這個權限 你來這樣做 對用這種方式來讓大家更更多的參與進來 然後最後一塊就是我們這個視頻內容的發佈 這塊就是呃 我們會在發佈之前 肯定是需要向各個講師確認的 因為有些公司 講師是來自於這種呃 大的公司 他其實是有一些合規要求的 然後呃 最後就是我們會在 所有的視頻的上面去加上 這種呃 片頭編尾 包括比如說我們的這個夥伴是誰 我有哪些志願者參與進來 對 也去幫大家去更好的去建立這種 製作人吧 都是也會顯得更專業 對 那基本上到這裡的話 整個大會的這一塊就呃 說的差不多 因為時間有限可能很多細節就沒展開了 就是呃 大家後面可以就是呃 一起交流 還有一塊就是我預告一下 就是我們今年的這個 Costcom要就是要來了 然後就是預計我們在這個10月份在成都 呃 也歡迎大家如果可以的話 就是歡迎大家報名來參加 對 然後呃 呃 這右邊是我們的一個官網 就是大家可以呃 掃碼 然後後面應該咱們那邊應該也會 有相關的合作 所以呃 會有這個相應的連接 然後最後就是呃 感謝大家 然後這個右下角是我的這個一個 TG Telegram 我們大家如果有呃 有問題想要交流可以添加我這個好友 嗯 對 OK 那到這邊我這邊就差不多了 然後這邊是有一個我們開源社的相關的 信息 大家可以關注一下 好 好 那謝謝獎者所帶來的精彩演講 好 謝謝 好 那 好 那我這邊是 哎 不然還是 哎 剛才也是有一個問題是 那可能如果獎者會怎麼建議 如果一個 新手想要進入開源社群的話 他要如何去 呃 跨出第一步來參與呢 之類的 講這個 呃 呃 對 這裡可能分兩個 第一塊就是說 嗯 我覺得你先找到自己興趣的點 比如說如果說你是技術相關的 你可能對某一塊技術 呃 比如舉個例子你可能對Rust感興趣 那你可以考慮說 呃 先找到在你所在的這個地區有Rust的這種社群 然後你先參與進來去呃做一定的貢獻 對 然後的話不管是代碼還是說其他這些事情 你你先參與進來 你先做事情 然後第二塊就是說 比如說在你的做的當中你會結交到這個社區裡面的一些非常有經驗的人 然後你你去跟他去更多的交流 然後這樣的話其實呃 你就會獲得對應的這個 他會一般來說社區裡的人都會樂意分享嘛 那他其實就會把他的一些經驗分享給你 然後呃再往下走就是可能慢慢的你你參與時間久了之後你會有自己的想法 那你就可以在社區裡面我們其實很歡迎就是各種就是你有想法那你就把這件事情做起來 你需要什麼呃支持啊 需要大家怎麼配合你可以隨時來說 這是至少我們這邊都是這樣的這個一個環境 所以呃我覺得最重要的一步就是你先找到自己的興趣點 然後先做先參與進來 對就不用太擔心說哎我沒有經驗別人是不是會排斥我 就是我的經驗是至少在我們這邊是完全不會的 我們非常歡迎呃 呃就是你如果有主動性這個非常重要 非常歡迎有主動性的小夥伴參與進來 對 嗯 好那謝謝講者的回答 那我們這場議程應該就到這邊結束 好那再次謝謝講者是帶來精采的演講 謝謝 好拜拜 好拜拜